新的疫苗一早就送抵金融市卫生局 这批新的疫苗Romavix是蛋白次单位疫苗 与国内研发的高端疫苗类似 注射后的不良反应非常少 不过保护力表现佳 以获得欧盟、英国及加拿大、澳洲等国核准接种 而且无论先前施打的疫苗为何都可以混打 希望能让担心施打疫苗出现严重副作用的民众有意愿接种 疫苗它是处于次蛋白的一个疫苗 其他的成分跟高端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过去譬如说你打了疫苗 譬如打了第一剂 你觉得副作用比较严重 那不敢再打第二剂的人其实是可以考虑 因为这一次这一进来的新的疫苗 它其实是副作用是比前面的可能BNT莫德纳来讲 相对性副作用是比较少的 所以像我们长者刚除了说担心有副作用的人 不敢打疫苗的人 或者是长者或者是免疫力比较不好的民众 其实都可以优先考虑 因为它是可以跟其他的疫苗混打的 为了方便民众接种新型疫苗 金融市政府也宣布 7月9号再度商界金融港务分公司 开设大型接种站 提供18岁以上民众施打第一 第二剂第三剂追加剂疫苗 还有65岁以上 常遭机构住民 医事与机场港部工作等人员 施打第四剂疫苗 在这一次接种里面就是民众如果想要来接种的话 只要一样携带你的健保卡 黄卡 还有就是可能到现场来 就是因为我们是不用事先预约 可是到现场可能就是要排队 所以在这边提醒就是民众你只要戴好口罩 然后到了现场戴了刚刚我讲的健保卡 还有黄卡 然后再来就到现场尽量保持社交距离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顺利完成 进到我们的流程里面 就可以很快速的顺利完成接种 这次基隆市共分配到4500剂 Domavix 除了已规划1000剂左右 在7月9号开设的大型施打站提供民众接种外 其余新疫苗将安排到全市合约医疗院所 提供民众专整预约接种服务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